今年本來就是一個人性大考驗的年份 對感情來講也是如此 但是我們也相對來講 就可以在這個時間點裡面 可以看出來說 你身邊那個人是不是真的可以 好好一起跟你走下去 情人節前夕 我們來幫大家看看說 今年的下半年 大家的感情運勢狀況怎麼樣 好 大家好 端午節過後 下一個令人期待的就是中元節 不是 七夕情人節 在疫情的期間 今年大家的感情應該都非常的精彩 為什麼非常精彩呢 我們常講說我們在推測事情的時候 都是用邏輯跟履歷去推算它 曾經有調查報告說 人在夏天的時候特別容易犯罪 就會有很多的玄學家就說 因為夏季月亮怎麼樣 所以大家比較容易變成狼等等 可是其實你認真去想一下 那夏天的時候天氣很熱 很熱的時候人就容易心服氣躁 心服氣躁的狀況之下 容易就一言不合就吵架了 當然就會容易犯罪 所以說所有的預測學 用的都是這樣的方式 你用一些合理的訊息跟推斷 就會知道說他的情況大概是什麼樣子 那以今年呢 今年 今年呢 2021年 2021年的所有人的流年都在這邊 流年民宮都在這裡 流年的夫妻宮都在這個位置 固定的 每個人都在這個位置 每個人都在這個位置 那這個位置呢 以紫維朵樹來講 這個位置叫四馬地 四馬地什麼意思呢 四馬地啊 就是四個 有馬跑來跑去的地方 也就是表示它是一個啊 比較會想要有變化的一個位置 想要有變化的一個位置 那想要有變化的位置呢 它到底變成什麼樣子呢 那就要看裡面的新藥是什麼呢 加上今年呢 今年的四話 今年的一年四話呢 文曲、畫科、文昌、畫技 文曲跟文昌呢 剛好代表的是我們自己心情跟情緒上的 兩個主要的 新藥 兩個主要的福星 一個代表理性 一個代表感性 我的感性上面呢 文曲 想要畫科 我希望得到更多的關懷 得到更多的安慰 得到更多的注意 理性的文昌呢 它有畫技的 有會覺得說 哎呀 我理性的思考之下 我總是覺得什麼什麼什麼不太對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呢 我們一剛開始就在今年 去年年尾 在今年年初的時候 我們就講說 今年就是一個啊 大家容易鑽牛角尖 然後容易想東想西的一個年份 那我們看今年 進入過來的狀況也是這個樣子 很多隱藏很久的 問題也會在今年爆開來 譬如說 隱藏了很久的婚姻問題 今年就爆開了 然後很多隱藏了很久的情緒 也會在今年 碰就爆開了 因為我的那個理直線斷裂 文昌畫漆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再加上今年所有人的夫妻工 又都在一個想要變動的情況之下 搭配上疫情 疫情是這樣子 疫情 很多人會覺得說 哇 現在啊 老公都被關在家裡 不用出去工作 我們可以好好享受兩人世界 嗯 現實的情況是啊 兩個人都被關在家裡面的時候啊 就很容易啊 越看對方越來越不順眼 不然怎麼會有 小別勝新婚這種事情發生呢 那一定就是因為你關久了 就會兩個人越看越不太對 所以人跟人之間 本來就是要有一些空間 那通通被關在一起 剛開始關覺得還不錯 關久了呢 就覺得 不太對 那還有另外一種情形是什麼 還有另外一種情形是啊 本來呢 我們呢 各在自己的家裡面 各在自己的家裡面呢 偶爾出來約會一下 還不錯 現在都不能約會了 那也會很痛苦 所以呢 今年啊 本來就是一個大家感情啊 容易重新認真的去檢驗說 我是不是真的愛他 冷靜去想想看說 噢噢 我們的感情這樣是不是真的是對的 所以 這是一個 風險很大的一個年份 但是呢 也是一個啊 災難之中啊 才會看得到真正的人性 海水退潮了 才會知道誰在裸湧 你才會知道說啊 你的公司 是不是真的有競爭力 在這個時間之內呢 你會發現說 有些人啊 平常狀況好好的 現在突然很發瘋 所以 今年呢 是本來就是一個 人性大考驗的年份 對感情來講也是如此 但是呢 我們也相對來講 就可以在這個時間點裡面 可以看出來說 你身邊那個人呢 是不是真的可以啊 好好一起跟你走下去 中元節前 不是 情人節前戲 我們來幫大家看看說 今年的下半年 大家的感情運勢狀況怎麼樣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啊 它基本上會有這幾種組合 太陰跟天積的 它可能月亮在這邊 或者是天積在這邊 或者是天積在這邊 月亮在這邊 這個組合呢 原則上啊 本來就是一個啊 有桃花 而且有很多想法 然後相對浪漫的一個組合 但是呢 如果說他加了陀螺星進去的話 可能他就會在情感上 會有很多的糾結 如果說 你在今年呢 你是單身的情況之下 其實啊 你可以在今年呢 多試著 雖然大家不能聚會 可是可以多試著 換一種 那個生活圈 也許上網啊 參加一些那個網路上活動等等的 也許就會有機會去認識一些人 如果說 身邊有辦的情況之下 那這個就會是一個 今年的感情大考驗 你會開始去思索說 我們之間的相處情況是不是 我所需要的 太陰星是一個需要加 需要保護的星要 那你就開始想說說 旁邊這個人可不可以保護我 旁邊這個人可不可以讓我呢 在動亂中有安全的感覺 但是呢 天積星呢 又是會想很多的人 如果你身邊有人 然後又是這個組合的話 那今年呢 可能你就要認真的去想想看 你們之間的關係 但是也要去考慮到說 你現在的這個擔憂 是不是只是受了外界環境的影響 那同樣的 如果說你的另外一半是這樣的組合 那你就要 能夠多做一些事情去安撫他 然後讓他覺得 你是可以照顧他的 那第二組呢 紫威七薩跟天府 紫威七薩畫薩維權 這一組呢 原則上如果說你呢 身邊是有伴的 那這一組相對來講 他是安全跟安穩的 因為這一組呢 很能夠hold得住旁邊的那個人 但是這邊我們就不需要講到一件事情 如果說呢 你身邊的那個人呢 他有一個去年他覺得不錯的對象 那也有可能在今年他就去hold 他覺得不錯的那個 然後把你換掉 那為什麼呢 因為他在今年必須要讓他自己覺得他在情感上啊 是能夠牢牢控制住的 如果有兩個對象在選的人呢 他會在今年去做一個決定 那如果是單身的人呢 單身的人今年會比較注重他的事業啦 再來 連貪這一組 連貪這一組 基本上呢 在很多樹上面呢 都把他評評的非常非常不好 連貪心呢 是個公關人際的心耀 他只要碰到桃花心 他就會轉成桃花心 有一個有公關能力 加上貪囊的桃花 這個人自然感情不會太原則上來講 如果你身邊有人 通常呢 即便沒有疫情 有很多的機會 你也會覺得說 哎呀 那我是不是可以這樣 那我乖一點好了 不要亂來好了 那更何況現在有疫情 當然不可否認啊 如果你本身就有大限連貪化劑 碳朗化劑 或是本命連貪化劑 或碳朗化劑的人呢 這種的所謂的 我要乖一點這件事情 那就是我自己覺得乖一點就好了 他當然也是這個樣子 那當然 如果說你另外一半四個盤的話 我們可以跟大家講說 如果你覺得啊 因為沒辦法跟你約會 然後他被關在遙遠的城市裡面 空虛寂寞覺得冷 不小心你發現他在臉書上呢 給某幾個 會露哪個露大腿的女生 按讚或按愛心 那個就是連貪在浮動一下 他大概也壞不到哪裡去 所以也不要太擔心 真心之眼比一點 大概就過去了 如果你是單身的呢 疫情的情況之下呢 當然不可否認 大家也很難去 有什麼交流的機會 但是可以試著 多去參加一些網路上的活動 那也許可以在今年 有機會可以認識得到 你覺得還不錯的人 我許跟柏君這一組 我們要說的是啊 如果你身邊有對象 你就很務實的考量 跟他之間的關係 只要這個位置上面 沒有什麼火星 三河沒有什麼情陽 你本身自己沒有 舞曲畫跡或天象畫跡 原則上呢 感情是穩定的 但是如果有陀螺 那可能就比較容易會有一些 因為錢的事情啊 而爭吵啊等等的 我必須要講 以舞曲珀君這一組來講啊 他大概就是在今年呢 你會花一些時間去想說 我到底應不應該繼續 跟身邊這個人下去 尤其當他有殺行的時候 可是我會覺得 也在這個時間點 就很理性的去想想看 你身邊這個人呢 是不是真的 這麼的不適合 也許他就是 只是因為環境的影響 那如果說身邊沒有人的呢 坦白說 我們認真的建議 今年啊 就是好好賺錢就好了 好好想怎麼賺錢 這個事情比較重要 巨門跟太陽 巨門在這裡的時候 太陽會在這邊 太陽在這邊的時候 巨門在這邊 如果是巨門 今年呢 你勢必會對你的感情 會有一絲絲的不安全感 一絲絲 但是沒有很多 然後你會假裝你沒有 我假裝我很好 可是那種內心 一絲絲的不安全感呢 會有一些些的 不敢說出來的那種情緒 如果你的身邊的另外一半 它是這個組合的話 今年啊 不管你見不見得到他 Always 每天的 對面是太陽嘛 對不對 所以太陽只要一出來 你就要去拜那個太陽 然後每天的問候他 照三餐問候他 跟關心他 那就可以穩住他那個不安的心 如果說你是單身的 疫情應該了不起是農曆九月 大概就會解禁了啦 下半年的時候啊 多出去跟朋友吃飯聯誼 這個是今年呢 會有好戀情的機會的人 那如果是顛倒過來 太陽在這邊呢 太陽在這邊呢 都會巨門在這邊呢 太陽在這邊的人啊 太陽在這邊算是弱線位 他會在情感上面 需要得到人家的尊重 但是他又不敢說出來 所以一樣的 如果說你身邊有這樣子的人 你就是要尊重他 什麼事情呢 聽他的意見 他就會穩穩的 即便有人來勾引他 他也會想很多 如果說你自己是一個組合呢 如果你自己是一個組合 而你身邊又有別人呢 其實如果有殺計星進來的時候 你就要去考量到說啊 你會不會啊 自己的內心啊 開始懷疑自己的感情 只是因為你在感情裡面 你沒有得到 你想要得到尊重 那這個時候你就會有動揚的狀況 你就會想要試試看說 那不然我來看看 別人會不會比較尊重我 我們還是覺得啊 你要冷靜的想一下 畢竟啊 大家都知道嘛 患難見真情 講的是那個真情本來就存在 然後通過災難得到考驗 但是呢患難中出現的感情 通常奸情比較多 所以說要冷靜的考慮一下 如果說是單身呢 我們會建議啊 今年啊 你認真的在世界上會比較好一點 再來最後一組 天童跟天亮 同梁自愛衛這一組 在命公或是夫妻公 只要是你的本命 通常在古書上都被人家罵到臭頭 淫亂的組合跟格局 雖然是我們一直覺得說 這是一組享樂跟歡樂的祝賀 因此呢 在流年的夫妻公上面 天亮的呢 如果你身邊有人 那基本上這一組算相對穩定的 尤其說他如果天亮有花道圈的話 相對穩定的 那如果說呢 他是化落化刻的 你會覺得今年好像無由來的啊 有一些曖昧的機會 畢竟你的對面是天童星是桃花星 那一樣的 你要想一下說啊 這是不是一個好的機會 如果說你的另外一半是這個祝賀 那其實呢 在今年啊 你只要讓他覺得說啊 他有得到滿滿的照顧就可以了 即便你沒有辦法用肉身去照顧他 因為要避免人與人的接觸 那至少要用電話去關心他 這個要切記 那如果說你是單身呢 當真當恩 因為你今年會有機會吧 所以你就可以考慮了 同樣的 如果是天童在這個位置呢 天童在這個位置 在感情上啊 也是會有一些感情的機會 可是相對來講呢 你會在情感上面呢 會覺得 我該不該要這麼的努力 在這個時間點 該不該要這麼的拚命 在這個時間點上面 要擔心的是啊 如果他天童本身是畫路的 譬如說 因為老朋友的關心 舊情人的關心 本來有一個 跟他就一直都好像很曖昧的 那個老朋友 或是老同事 這個情況之下 就會有可能會有火花出現 到底這個火花 你可不可以把它再加把柴 讓它更大幅 或者是呢 趕快把它撲滅 那當然就要看 你扮演的什麼角色 是你身邊的人是個天童 還是你自己是個天童 還是說你是個天童 但是你現在單身 那這是個機會 如果你是個天童 但是現在旁邊有人 那一樣的 你就要去考慮一下 這會不會是一把好的火 還是會引火自焚的火 畢竟今年可是一個 感情會化刻 很容易被抓尖抓到的一年 希望大家在疫情的期間 該談戀愛的談戀愛 該努力工作的努力工作 該守住自己感情的 也要好好去守住自己的感情 你要去想 你們有難得有機會 可以這麼長時間在一起 不要每天在家裡面就吵架了 好 謝謝大家